火星煌 Hello 大家好 今年初我在13天的東京 幸好 去程及回程的機票 我都可以卡到68元 digits由於通宵機 我覺得這是對我而言最舒服的時間 如果大家同樣都是搭早機的話 不妨選擇位時選擇左邊窗口位 如果遇上晨天的話 你就真的可以見到一個很漂亮的富士山 到了晨田機場拿行李 大約下午3點左右 再拿著火車飛就可以出發去東京市中心 我們今次選擇搭skyliner 大約40分鐘就會去到上野站 去到之後我們就去買了日本版巴達通 做個很簡單的房間 其實房間我覺得日本來講未算是最小的 因為上次去大阪住的就更小一點 一進來這裡有鏡子 這邊就是衣櫃 有兩格的廁所 廁所真的很小 不過不要緊 之後進來這裡 夠了兩個行李箱 都可以開到行李箱 這裡有個星盤 還有電池爐 下面有個雪櫃 這個就是電池 梳妝桌上有大鏡 也有窗口 唯一我覺得她的床真的小了一點 我覺得這家也很便宜 因為我們5000元租了13萬 好像12萬 對 香港就是這樣 我換好衣服 但我想日本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冷 我以為是會冷到穿10條褲都不夠 我們酒店樓下也有很多東西吃 這裡有一間松木 而且酒店的地理位置不錯 在大桶站走7分鐘左右 然後到酒店 然後到池袋的Sunshine City 也很近 走了大約3分鐘左右 就可以看到這個池袋 比較大型的商場Sunshine City 因為我們去到溫市 我發現自己也挺肚餓的 所以就直接上了餐廳那層 看到這間吃蛋包飯好像不錯 就進去了 我們第一餐 決定來吃這個蛋包飯 這1200多日圓其實是一個餐 它還有一個香蕉 還有一個沙律 還有一杯飲料 另外我還點了這個 不知道它還算不算蛋包飯呢 最上面那層是蛋 中間會有漢堡 最底的是芝士飯 其實我覺得這個挺好吃 而且份量剛剛好 吃完飯之後就在商場逛街 一月的日本真的很恐怖 因為它每一間店都在做折扣優惠 你們看看Gap是正在做70% 所以我們就毫無疑問地進去看 走完商場就出了池袋外面的雙圈那裡走 這裡有很多打機的店 還有一間很大的Tokyo Hands 沿途還有我最喜歡走的ABC Mart 這間其實它也挺大 而且有很多層 你看到它什麼品牌都會有 我們又是走進去看看有沒有漂亮款 還有折扣的球� 最後的結果是我男朋友買了一雙 EDI黑色的球鞋 但是我就買不到 那它外面還有一個叫最後儲分的區域 那些鞋真的很划算 百多二百一雙 但是真的沒有我馬沒辦法了 之後就找了一間GU來走 來到日本就最喜歡走這間 因為我們只帶了一定兩套衣服過來 如果我們不買衣服的話 之後幾天都挺大 但是可能是沒有衣服穿的 幸好它今季的衣服 全部都挺適合我們 都是一些簡單款 還有挺漂亮的 那我們也買一堆回去 大家記得如果買夠一定金額 就要去這些免稅專用櫃位那裡 退稅就更加划算 走到差不多 我們又好像有點餓了 所以就過來這間 好像叫無添壽司的地方 吃回轉壽司 那當時其實已經晚上十點多 十一點 日本來說算晚 但是還有很多人在這裡排隊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就遇到一個問題 沒錯啊 它是沒有螢幕顯示叫到幾號 我們整晚好像在做日文聽力訓練 這樣去聽它說的數字 進來想叫什麼就叫什麼 它也有很多種類給大家選擇 軍藍、壽司、小食都會有 怎樣叫都不心痛 因為這裡全部都是100日圓一份 味道在日本來說 就不算很好吃 跟元氣差不多 但是勝在價錢便宜 做一個便宜的宵夜都不錯 但是有一件事 就是千萬不要叫海膽壽司 他吃了一個中伏的海膽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每吃完五份 就可以放一些碟 然後就會有個遊戲彈出來 這個其實是叫什麼遊戲呢 如果幸運的話 就可以中到扭蛋一個了 我們這次坐這麼久 就中了一顆 就是一個海賊王的膠紙 來的 最後在七仔買了這個 士多啤梨雪糕試一下 吃完這個第一天的行程都差不多了 第二天的一大早 我們就衝了過來新宿站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還在放假的關係 這條街好像都沒有什麼人 今天一大早來到 就是因為要吃這間餐廳了 好像是讀Sara Beth 它是Pancake 很出名 我看到有很多Blogger都有介紹到的 首先就拿一個菜單來看一下 想吃什麼 之後就要乖乖地排隊 因為這間好像是每一早早 都要排很久才能進去的 你看到一條人籠真的很長 裡面也有很多香港人和台灣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看了一些旅遊Blog 介紹而來的呢 進去坐下來的環境都OK的 挺闊落 光亮和乾淨 首先我們就點了這個 蛋白糖 其實平時我也挺喜歡吃的 這個的味道就真的不錯了 是難得好吃的蛋白糖 而且不要看它兩塊 好像很小塊 吃完下去真的挺飽的 看著它這樣刺下去的蛋漿 我都很想吃 這個大家都值得去試一下 另外呢 我就選了這個 草莓Pancake 其實我覺得 它比我想像中沒那麼好吃 因為吃到最後的時候 我覺得很乾 另外我看到它的櫈子 也有一些曲奇餅 餅乾 然後麵包去買的 如果大家不想排隊的話 就可以買來試一下 我們剛剛吃完早餐 然後就離開剛剛這個商場 我決定要去看一下化妝品 我昨天沒有買過藥妝 沒有買過化妝品 然後我今天應該要去買 Diction Supu 那些 為了要看化妝品 就衝了過來新宿的衣製丹 來到最開心的環節 就是到處去試化妝品 日本的BA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有禮貌 和態度很好 買了三樣東西 在Supu買了燕脂 Diction買了粉底 和眼影 大家記得 如果在E世丹買過5000日圓 就可以上來六樓退稅 了 二人の間 通り過ぎた風 は どこから さびさを 運んできたの 泣いたりした その後の空 は やけに透き通って いたりしたんだ よく 因為真的想不到去哪裡逛街 索性就去吃燒肉了 我們亂入了這間叫幸永的炭火燒肉店 一開始我是挺怕看不懂日文 然後不懂溝通不懂喊 但原來它是有中文菜單 如果大家去也可以看得懂 因為我們也不算很肚餓 只是喊了三款的肉去試一下 這裡的炭火燒肉真的很好吃 肉醃得很好吃 魷魚和牛肉很好吃 再加上炭火燒 真的比其他燒肉更好吃 現在在電腦面前剪影片的我 其實是聽到燒肉當時的咫咫聲 這次去我只吃了一次燒肉 如果下次去日本的話 我想應該會多吃幾頓燒肉 另外還點了提子酒 現在不太記得了 不過也是挺好喝的 還點了一個雞蛋湯 味道也很好吃 吃完東西我們就出發了元宿 我想元宿應該一年365天 都是這麼多人 去到也是不斷地逛街 因為逛街的片段 我自己也剪得有點悶 那我就不放那麼多下來 那時候也是看到什麼特別喜歡的話 就買了下來 我今天去不到那個龍貓館 但是我很想買這個 這個超可愛的 小時候超喜歡的 來到元宿一定會逛逛下通 跟大家介紹這間叫做多華賣庫的地方 我在裡面也看到庫的款式很多 而且有些在其他地方真的找不到 在這裡我還找到一副 我覺得我自己長大 一個真是一輩子最舒服最舒服的款式 大家留意到 來到日本買款式 都一定會填上個人資料 大家就先有個心理準備 剛剛問你是韓國人還是中國人 來到逛下通 都不妨看看這邊的藥妝店 還有看看有什麼吃 我發現元宿真的有很多間Vigo 好像七十一一樣 開到總共有一間在你附近 周圍逛逛街 就已經變了天黑了 因為真的想不到吃什麼 我們就進去天當那裡 打算吃這個天婦羅 其實平時我真的不太吃天婦羅 但這間真的不錯 便宜得來也有點驚喜 它這個炸完之後 都不會太油膩 你看到我的樣子 就知道我覺得它有多好吃 剛剛加上一隻溫泉蛋 放一張拌飯 很棒 今天很早就回到酒店了 所以決定剪一下影片 我希望過兩天可以出到影片 早了回到酒店 又剪了一段影片無聊 就決定收拾一下新衣服 搭一下它 看看怎樣穿好看 之後那幾天就不用煩怎麼穿搭了 穿了一條虧老虎 想買到這雙蝦很漂亮 為什麼無緣無故會下來了呢 因為我們收拾一下東西發現 好像又有點餓了 那我們就去了酒店旁邊 24小時的松屋那裡醫肚 其實那晚我們都挺誇張的 一人吃了一個飯 收拾了自己 才回到房間睡 那本vlog的第一集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